眼尖以巴奇形势升溫 昨天我国撤球专机也已经抵达了罗马机场 那么刚做了解呢 原本有35名中国人也想搭乘我国包机 但是在被要求要出示护照等等相关资料之后 就没有再回应 国际组织日主题台湾是世界的帮手 精神也展现在撤球包机上 外交部20号护送9名侨胞及国人外 还顺道载了友邦瓜地马拉4位侨民 及一位巴拉圭侨民 我国驻以色列代表李亚平到机场张罗 护送国人离开 瓜国大使也特地前往机场表达感谢 晚间包机顺利抵达 我国驻意大利代表处也派人到机场接应 照料国人和友邦侨民 不过除了友邦 还有在以色列的中国侨民向台湾求援 还有35位中国的这个人士 他们也希望说我们如果说要包机离开的时候 他们也希望能够搭乘我们的包机 但是当包机确定之后 我们希望能够跟他们拿护照 这些相关的这个资料 可是他们之后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回应 我想撤侨是为了安全跟人道 那外交部已经全力在做撤侨的安排 有支流的中国侨民在社群表示求助无门 打给大使馆询问 却被要求自己扫办法 还有留学生透过微信群多次询问 有没有撤侨计划 却被使馆人员警告 感叹出了国才知道 战狼是最大的谣言 台湾尽管国际上处处被中国打压 此时此刻却依旧愿意伸出援手展现 台湾Can Help 台湾Can Help 台湾Is Always Here 记者曹天张嘉玲 切封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